913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 仍一电重重 毛泽东难寻与913事件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 上策在杭州 上海谋杀毛泽东 中策能飞广州 下策北飞苏联 每一个都没有展开 就被毛泽东粉碎 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 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 根据目击者的回忆 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 毛泽东的专列秘密 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周恩来非常吃惊 怎么不声不讲就回来了 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周恩来的卫士长高震谱回忆 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 睡够了六小时特别精神 一直等候的杨德忠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 报告主席回来了 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 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 杨德忠说除了加水 一路上基本没停 总理又问 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 杨德忠说还不清楚 913事件后 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凌 被关在玉泉山械切发材料 专案组曾追问他们 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 林豆豆说 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 要搞首长 周恩来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 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 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 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 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专送周恩来 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 揭露黄吾叶丽丘以及背后的林彪 在卢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 分裂党 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 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难道身经百战的 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 如果他意识到了 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 不一定马上回北京 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 比如南京 比如济南 比如天津 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 据张耀茨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 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 汪东兴打电话一问 杨德志向部队了 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 毛主席身体健康时 每年都要外出巡视 国庆节前出巡 已经成了规律 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 可今后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 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待跃 归星四箭 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 专列12日16时05分抵达北京站 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 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 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快到丰台 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 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 他上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 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 继登魁北京军区第三政委 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到丰台车站等后 据张耀辞回忆 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 叫他打的这个电话 盘话后 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 条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 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 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 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 调动一个牌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15时多盘话结束 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不长 1970年新总政成立 林彪提名在安徽之左立功的李德生当主任 毛泽东马上同意 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 说掉你来当总政主任 是我向主席建议的 我就是要叫救八管秀才 就这样 李德生又进了军委办事组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 同陈仙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 南口在北京西北 再往前就是八大领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 向北就是张家口 既可防苏联入境 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 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 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 对即将发生的913事件来说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 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13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乌吉城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 9月12日晚上 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22支左右部队已经熄灯 乌吉城也睡了 汪东兴来电话 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汪东兴说 一灯把部队拉出来 不敢设置路障挖工事 乌吉城一头雾水 怎么回事 演习还是打仗 命令如山倒 他马上增派港哨 门口布上机枪 挖好了工事 设置定板之类的路障 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 到天亮才搞完 后来汪东兴在找乌吉城 找不到了 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 乌吉城说你不是叫我不治战备吗 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 才自然平静下来 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 为什么除了中南海 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 难道得知灵力果一火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 一处设在钓鱼台 一处设在故宫 本来想把机枪和刀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 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 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 实在不行我架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李伟姓上海空四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 9月11日2020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湖北上 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 李伟姓到门口一看 室内气氛异样 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盲闪所代替 林立果、周宇驰、刘佩峰空四一处处长 于心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只呆 低头不语 林立果流着泪说 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 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 我拿什么去见首长 沉默了一阵 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 狠命摔在地上 说难过也没用 还有一个办法 到国庆节那天首长脱病不去 老子他妈搭架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我不得好死 他也别想好活 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 还得去一个人伪装带我撒传单 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 开始没人敢说话 在周宇驰催促下 于心野表示他去 接着我和刘佩峰也表示愿意去 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 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 于心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了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 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时多 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 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 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 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 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 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 因为专机需要保密 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 机场调度是李海滨西郊机场调度是主任 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 打电话给江左手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 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 是哪位首长 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 天都黑了 还有谁来 李海滨急了 你们到底接不接 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 接不接也不是江左手说了算 他说我了解一下 江左手打电话问李文浦林彪的警卫秘书 李文浦回答得很干脆 我没有听说谁要来 江问 那我们去不去车街 李文浦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 就不要管了 三叉街马上就到了 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 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痘痘订婚 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 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 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 电影采访一半 值班秘书来问林痘痘 山海关机场来电话 说来了架飞机 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 林痘痘说不知道 但他想可能是弟弟林彪果回来了 江左手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 李文浦的电话就追来了 急急地说老虎林立国回来了 快派吉姆车去接 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浦 立国听说痘痘今天订婚很高兴 坐飞机赶回来祝贺 叶群要刘基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 江左手正在向司机小明交代任务 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 从西南向东北飞来 已经降低了高度 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 小明着急地说接不到了 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 怎么也开不到啊 江左手说快动身吧 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 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明和刘基纯 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 目中无人般的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 原来林立国借了机场的吉普车 刘基纯和小明表示歉意 林立国说不愿你们事情急 说着提着手提箱 换成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国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 因为南军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林立国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夜群打电话 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 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 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 契登奎 吴德吴忠和周恩来 别人不可能知道 那么北戴河的夜群和北京的林立国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谁透露的 是内线 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913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 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江峻楼 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国的秘密据点 9月12日是个星期天 空军学院停水停点 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 上他给江峻楼送些开水和冷水 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 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 转身要走楼门开了 成轮和空军司办外置处秘书叫住他 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 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 另外八人到食堂吃 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 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 哪里来得及 13时多午饭好了 老王先给江峻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 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 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 江峻楼车部开出一辆福尔家 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 四季使周雨池旁边视于心野 后座坐着林立果 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知道 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 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 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 16时30分左右 胡平接到周雨池安排男飞机群的电话 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 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 他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 913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 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 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 怎么可能轻少告密者 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 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 现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 是汪东兴告诉他的 另一种是民间说 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告诉了叶群 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 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 虽然死无对证 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 查总机的画单就可以查到 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 总机需要登记画单 看看那段时间 谁给叶群去过电话 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913事件后 军委一号台的画单仓库 翻了个底朝天 一张一张的翻简过 并记录了 从9月6日至12日 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 要找出罪魁祸首 简直一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 为什么不追究 913事件后 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 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 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 和林彪穿一条裤子 这是打倒他最有力的理由啊 如果是汪东兴 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 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 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 却轻松过关 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 又贼胆包烟 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 吃里扒外 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 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 都平安无事 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 似乎有些说不过去 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 打而不倒一样 背后有着永远不能是人的秘密 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 就是要打草惊蛇 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 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 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事先知道吗 1971年11月14日 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 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 谁个小的 我就不知道嘛 这话他说过多次 是这样吗 913事件扑朔迷离 如果毛泽东对林立国的行踪不了如指掌 为什么忽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 毛泽东有察觉 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 察觉多深 后来也没像我们讲过 但从这句话中 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 过离开北京绝不是巧合 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 汪东兴 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 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对于被研发购摩 中变得更多了解 准备 舞台 绿 产直 距离 对于 溶 河 河